政治信号看日人民日报 8月23号政协常委会开幕 汪洋出席为讲话 讲话至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看来李克强深圳给邓小平告别式献花 接任总理的大概率是胡春华 胡的头发都熬白了 胡春华尚未表明胡锦涛已经支持习连任了 政治信号看日人民日报啊 政协会聚焦一个焦点就是就业 统筹就业 完善就业 建成就业 可见失业大潮巨浪 抖天了 三亿农民工灵活就业其实就是失业 因为家里有地数据上不算失业 一千万家企业倒闭 两一家小店90%不开张要倒闭 中国失业数据直逼6亿 总共这人口总共就7.8亿 就是80%以上的失业率 也就是10个人有8个人失业 这个结论接近强国谎言帝国 不明的真实的失业数据